今天是中广新闻网 我是主播张庆林 六点钟新闻的十分钟早报新闻 十分钟时间我们快速来看看 今天台湾各日报的一些重点新闻 好 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提到了 军人年金改革案的三读 今天包括联合报 自由时报跟中国时报 都做到了头版头条 联合报跟自由时报那么主要是 提到到底它是怎么个改法 那么中国时报担心的是 在7月1号如果如期的上路的话 那么军工叫紧销的 这个年金改革一起上路 我们的消费 冰河期是不是会到来了呢 好 我们先从今天联合报的标题看起 军人年改案的三读 现在有三个条件是免砍18%的 包括退休总所得低于楼地板 还有因工伤残 或者是85岁以上的校级以下的军事官 现在三读之后的军人年改案的楼地板 是38990块钱 而在18%方面分10年落日 好 咱们接照 按照是行政院的版本来表决通过的 并且授权行政院能够订定施行日期 而军工叫的这个退辅心智 也算是尘埃落定了 政委员林万一说会如期上路 虽然外界说会不会有点太仓促了呢 那么最后决定权其实在行政院长赖清德 不过原则上大概就是七月份上路 这个原则是不会改变的 因为在朝野协商当中 争议不晓得离婚配偶的年金请求权 还有遗暑年金 民进党团也比照着公教强势 通过了行政院的版本 自由时报今天头版头条也是这个消息 说七月份要如期上路了 另外呢在企支凤率从40%提高到55% 还增加了这个狼教官条款可以追回已经临走的这个月退缝 自由时报谈到了在军人年改的这个改革 还包括了在公教年改方面的财务效益 林万一说呢军公教年改修法 那么在退辅基金可以有30年没有破产的危机 而在财务效益方面未来50年可以省下1.4兆元 军人年改这兼具任务 蔡英文总统说我们一起做到了 联邦今天在头版有军人退休金改革的一些摘要 到底这个改变有哪一些啦 楼地板还有些凤率以及18%的一些影响 其实今天在内液当中呢有些相关的报道 联邦今天对于这年改的部分 其实是一带维持他们的关注 A3是整个版面说昨天的这军改大战 蓝营方面呢人数少 但是他们就是反对票按好按满什么都是反对下去 但是人少就是没有用最后还是三读通过了 联邦问说只剩下10天军改案能够赶得及7月1号上路吗 另外八百壮士这边说呢退休凤调整处分书寄到 就会协助袍泽们来提夙愿 新法公告之后就要提出示线 好收到处分书的这公教其实最近也抱怨非常的多 18%优存利息竟然7月1号就归零 有些人真是吓到了 今天联合报的新闻分析就说这改革大刀的下一个会挥向谁呢 现在军公教都改了吗 警销改了 那么再来像是家庭主妇 无业者占大宗的国民年金改革 林万亿曾经说会列入下阶段的规划 所以联合报就暗示说那么接下来这个改革的大刀会砍向谁呢 现在外界是拭目以待 好中文时报今天在头版头条提到是接下来的这个消费冰河期 以后大家是不是很多的这些民生消费市场上都会面临到寒冬呢 内夜的A3版面说着内需寒冬超过七成的民众恐怕要缩一结实了 因为年改所引发的消费大断崖恐怕难以重振下去 像是观光业说单薄狼餐饮业呢是挫勒蛋呢 百货业绩掉了五成左右也只能够祭出优惠 希望能够杀出重围了 好今天在中国时报间内夜当中呢 那么是从这个角度来做观察的 雷尔报今天在头版二题有蔡英文总统的核心幕僚 姚仁多兼海基会的秘书长 这是旋缺已久的海基会的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这个职位呢 确定是由姚仁多来接任 不一般认为说姚仁多呢 他过去跟两岸事务似乎是比较没有渊源的 好跟政治有关的消息呢 今天在联合报的北台湾焦点说 这侯友宜跟苏贞昌呢 他们跨出了新北当母鸡哦 但是双北连线方面似乎看起来蓝绿都有些卡卡的 好自由时报今天在内夜的A2版面哦 非常关注的是文大的这个宿舍案的后续风波 其实在自由时报头版二题也看到说 这新北的复密关说文大宿舍案嘛 被点名的就是现在又另外爆料说 新北市的副秘书长邱敬斌呢 他曾经呃这些官员找台北市的都发啊 建管官员讨论文大宿舍这个争议哦 所以被只涉及到官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有人就说这不是官说 什么才叫做官说呢 翻到自由时报那页说 苏贞昌说侯友宜你应该要讲清楚 这文大宿舍风波 而侯友宜就提出六点来做反击 这是自由时报的一个观察角度 好那么在联合报的北台湾焦点说 文大宿舍争议哦 其实台北市议员公布的备忘录说 会谈没有提诉求 所以那次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结论 好在中国时报头版的二题当中看到了 没有废死哦 那么这个死者的家属的一个哀痛 主要是这个板桥分尸案 其实最近真的分尸案非常的多 板桥分尸案的这个受害人 他在昨天出病 那么家属呢就非常的难过 就说这凶贤就算是派十个死刑 也没有办法原谅他哦 所以说我们虽然邱部长说 没有废死但是请说到做到听听被害家属 最后时报今天在头版当中有 这当初呢让这个白狼上台去颁发 国小的市长奖的这位校长哦 这是台北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 附设实验国小 他们的毕业典礼这个风波 那么这校长叫做林振凤 当初是安排张安乐上台的人呢 现在这争议之后呢 最近一个星期这校长都神隐 没有对外清楚的说明 那么也没有道歉 那么昨天是被证实说 其实这位校长已经是引就辞职了 财经焦点方面 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友 台积电的订单满手 五奈米明年上半年 也将展开风险的一个市场 另外支持小微企业大陆宣布要降准 昨天罕见的是由国务院来出面预告 这是今年的第三度的一个降准 还有在台股算是昨天守住了季线 非电强攻翻红 在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说 国务集团连六病 今年以来斥资了420亿元 旗下的奇力星收购美捷 要当这电感三哥 好张周末虽然退休了 但是他的讲话还是很有分量 经济日报的头版二提说 张周末说美中的贸易占博力全球经济 昨天出席三三会 他认为说目前双方还算是理智 那么许盛雄则是担心说 现在好像是拿着机关枪在扫射一般 其实全球都是挫勒蛋 自由时报今天内有张忠谋说 给国家的建言说 一定要创新跟成长 经济口号不应该要缺成长 由成长其实就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另外中央银行在今天要举行 第二季的礼监式会议 利率方面向外界说应该是连巴洞 升不升呢 就看九月份是什么结果了 苹果日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说这华山分散的岸外岸呢 提到的是在华山这边大草原上面 一栋一栋的小木屋 那么这边呢 其实有拍到一些他们野青 他们不算是文青 但是可能在这边有些比较 这个洒脱的行为 那么这也是今天在 苹果日报今天头版的 一个时候 那么也拍到有些人 可能就是最大在这个草原上面了 当然这后续也有些其他的观察角度 就是从分散 大家来看看华山大草原 现在的一个运用情况 自由时报谈到了华山大草原 现在有说要辟为一个司法园区 但是附近的居民说 根本就没有跟我们沟通啊 苹果日报谈到了 在这个大雨之后呢 阿里山就像是鬼剔头一般的 暴雨滩山的这个铺公路 那么现在整个阿里山公路的 一个情况是满目疮痍 联报谈到了雨炸中南部 水库没有满 但是马路倒是先淹水了 好一个有趣的新闻呢 极其食品政府将要有效利用 盛食便除于每个月超过500公顿 有没有更好的利用呢 简单和报在内页当中 有进一步的报道 汪报的头版头条说 大陆品牌闪亮亮 包办了 今年的世界杯当中 到处都看到一些大陆的品牌 另外中时报谈到了幼儿学注音 专家认为说 其实是利大于弊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是主播张庆林 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 谢谢您的收听